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数人都会有螺旋菌 但未必会有症状 那它的传播途径来说呢 它是经过我们讲说饮用深水 直接退传染 或者是共用餐具 那小孩子很多都会有呢 他并不一定是他从小就有 那可能是爸爸妈妈 他们把食物放进嘴巴搅了之后 或者是共用汤匙再 传递给小孩子 那小孩子呢 并不能说是直接就有 他们是间接性的被 爸爸妈妈这样传染到 那最简单的话 最直接的话就是我们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例如 饭前餐后 或者是如初后都洗手 那不共用餐具 还有避免食用不干净的食物等等 这些都非常的重要 当然在维持一个更良好的饮食习惯 例如 我们减少吃一些的加工食品 或是比较刺激性的食物 那有一些含糖分的 它也会造成那个 螺旋菌的滋生 我们会放在这边 来看看